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 我是侯奈荣 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意义的是 人生过程的高低起伏 往往是走过了 你回头看 才会发现这段经历呢 对你的人生来讲 有多大的收获跟启发 我们今天呢 名人堂的嘉宾是 金钟世帝李天柱 祝歌 他在过去重引40多年的人生智慧呢 今天要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欢迎李天柱 祝歌 谢谢 祝歌好 谢谢 您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祝歌好 哇 我觉得对于 现在你的一个身份 是剧场的演员 过去的这几个月 疫情的影响 您自己有没有深刻的感受 因为偶尔我会参加一些 舞台剧的演出 不过那并不是常态性的 对 那么所以那个感觉倒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听了很多身边的 剧场界的朋友 他们在说 我觉得是哀鸿遍野 对 大家都很辛苦 对 我相信不光是这个剧场界 其实各行各业 大家都过得很辛苦 不过大家也都很 很努力地 很勇敢地在撑着 对 对不对 只希望这个过程 很快地就会过去 在这个很不平静的 这个时代 能够度过这个 惊涛海浪 我觉得后面一定有 上帝的美意 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观众而言 现在终于剧场 是可以全部开放了 那你们的好戏 也可以跟大家继续地 在舞台剧场见面 我觉得是个好消息 明演的这个小儿子 洛以军老师的作品 今年是第三度巡演了 那接下来在台中也有场子 在台南也有场子 跟大家见面 对 您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当中的这个 其实这个感受还蛮深刻 这个角色对你来讲 应该是 我觉得诠释 让大家可以看得很过瘾 小儿子是讲述一个 一个作家 他一个文字工作者 因为得了这个 早衰性的这个失智症 于是呢 他想借由文字 记录下来 他跟他儿子 他小儿子之间的一些互动的 一些过程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的 人都会想要抓住些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抓不住的时候 我们想说 是不是我们 至少可以抓到一些回忆 一些记忆 对不对 但是记忆的这个东西 非常的缥缈 往往抓不住 而且文字的东西 每个人对文字的解读 也都不一样 对 但是 人就是这样子 你再怎么样抓 你抓再紧 那个记忆很多的东西 就像手里面的沙子一样 终究你会发现 你打开来一手 什么都没有 抓不住 都流走 流走了 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省思 我倒是从这个戏里面 我觉得把握当下 不要想说 你要能够抓住多久 我们尽情地去感受 每一刻 我觉得那才是重要的 原来是说的是一个失智症的 长照的故事 对 长照的故事 那么 我相信这个议题 这件事情 在每一个家庭里面 每一个人身边 或多或少 可能就在你自己家里面 就有 可能都会面临到 在你身边 每个人都会接触到 对 但是以前不知道什么 认为那是老幻癫 或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种病态 或者是说 我的解读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自然的一种退化 或者是进化 因为圣经上面讲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 转成孩子的样式 断不能进天国的 所以我觉得 那种失智 或者是退化的 那个现象 其实是一种 反老还童 反扑归 真的一个现象 但是因为我们不习惯 我们身边的人 突然变得 好像对很多的事情 都已经失去了认知了 失去记忆了 于是我们会恐慌 会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痛苦 小儿子这个戏呢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对我们身边的人 或是对自己的 这样的现象 感到恐惧 我们要用一个 比较平常的心理 把它视为是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因为既然很多东西 都留不住 因为这个世界 都是充满了变化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去阻止它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拉住 就是放宽我们的心 用一个平常心 去对待它 接纳它 对 很多的事情 烦恼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不接受 当我们接受了以后 认为它就是这样子的 可能就没有 那么多的麻烦 那么多的冲突矛盾 那当然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 尤其是在今年 今年的时候 你自己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对 前一阵子 我的父亲过世了 虽然他97岁的高年 在我们来看 接近一个世界 他很有福气了 对 很多人都讲 那是高寿啊 但是 你再想想一个 接近一个世纪的人 他陪伴了我60 将近65年的时间 那是一个 很长的一个记忆 那 这么一个生命 突然的消逝 让我们会觉得说 失落 会觉得你生命当中 少掉一个 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 因为在这个小儿子的 这个角色的塑造 其实我 用了很多 我父亲的影子 把我父亲的影子 投射在这个角色里 对 就是 用他的一些形态 有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 就是 怎么讲 一些神韵 嗯 嗯 那这一次 在演出的时候 就是 在排戏的时候 愁不冷的 突然有一句话 冒出来了 就是 本来那个剧本里面 就有的 这么一句话 就是 当这个父亲 在回忆小时 在他的小儿子 小的时候 带孩子去游泳 因为孩子 恐惧 会踏 踏水 不敢下去 对 然而他那一段时间 正好 他这个剧中人的 这个角色 他正好丧父 所以他的心情 是在一个 是比较 低落的状况 低落 也比较 恐慌的状态 他不知道 他觉得他自己 好像失去了 很多东西 是顿时依靠的感觉 以至于 在 情急之下 他绰手 打了他的孩子 嗯 打完了以后 他就觉得后悔 所以他想要 跟他儿子道歉 他就说出来 因为那一段时间 正好 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对白 那时候我父亲刚故事 嗯 排戏的时候 这句话突然 冒出来了 就是 突然 就是 让我 抽离 回到了现实的 这个 生活 嗯 对不对 就是正好对照 是我 现实的生活 对 一下子 来不及 就是演员的那个 那个外衣突然之间角色就不见了 就是我就出戏 就是出戏了 嗯 就是 对 当然 呃 呃 后来 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呃 在舞台上面 就是虽然后来就是 加演了四场 这四场戏 呃 好像 感觉上 父亲的那个 那个 影子 更多了 嗯哼 嗯哼 你把记忆中的父亲带入剧中角色了 哎 没错 嗯 呃 就是 当然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不是 当然没有标准答案 也没有人 看得出来 自己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呃 父亲 对我的影响 嗯哼 以至于在这个 戏的表演 角色的表演 呈现上面 呃 所以 我把它当作是 对我父亲的一个致敬 嗯哼 对 我觉得很多人生的经历 其实会造就你在演戏的时候 让那个情感更加的丰富了 是 没错 嗯 对 因为演员 其实我们都是有机的 对不对 我们都有情感 都是用情感 因为自己的生命 呃 没有那么严重了 就是用我们自己活生生的血肉 嗯 呃 在把我们的 呃 记忆 所以我们 或者是我们所塑造出来的这么角色 灌注给他 灌注给他生命 嗯哼 让这个角色能够活出来 让他在观众的眼前 或是在观众的心中 能够活化起来 以至于激发了观众 他内心里面那根弦 嗯哼 这才能够产生共鸣 找到共鸣了 嗯 朱哥你有没有想过 你演戏演了四十多年了 嗯 你这么热爱演戏 然后到目前为止还不断地在这个 路上往前进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走 哈哈 没有别的原因 嗯哼 我想说呃 生命是不断地延续下去 对 白白肿 还有很多的角色我没有演过 对 知道 因为我对生命充满了热爱 充满了好奇 嗯哼 呃 我想知道不同的生命的 它的样态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呃 一个演员 是一件做一个演员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 领略不同的生命 让我们对这个生命 有更多的敬畏 嗯哼 对这个创造 这个整个宇宙 宇宙生命的创造 有更多的敬畏之心 嗯哼 演的越多越觉得 呃 我们是时代太渺小 嗯 我们时代太渺小 所以 你说有没有进步 得有 得有戏演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 年轻的 我们的同行 我们的好朋友们 有戏就去演 就算是他拿 他不是一个 一百分的一个剧本吧 八十分 七十分也可以 我就想办法 我尽可能的 看能不能给 七十分之外 我再给他加一点分数 如果我一个人 我可以加个一两分 每一个演员 都能够贡献个一两分出来 他就可以到八十几 九十几 对不对 嗯 我们不是在追求完美 但是要有追求 嗯哼 要有追求 对 对 所以 嗯 这太太 这个这个事情说 说不完 说不完 太复杂了 那我想问问的是 对于观众而言 他们看到的往往是 演艺人员 比较光鲜亮丽的一面 嗯 拍戏对你来说 你有没有觉得 最辛苦的地方 大家没有看到的是什么 你自己这么多年 四十多年下来的体会 最辛苦的是 我们永远在 跟现实在拉扯 再拉扯 嗯哼 你明明要处付出那么多的心力 然而你所得到的 现实的回报 却是这么的有限 然后 当然 谁不苦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要付出多少 那个辛苦 是心里面苦 心里面苦 嗯哼 如果是稍稍有点 欣慰的是 当我跟一群年轻人 一群演员 一起工作的时候 看到他们认真的态度 愿意学习的态度 我觉得 我们还有一点希望 我们还有一点希望 你知道吗 有追求 而不是在那边打混 如果碰到打混的话 老实说 我就会毫不客气地 就跟你讲 如果你要打混 趁烈到别的 你在现场会直接这样说 是不是 幸好没有 没有 大家都是很敬业业的在做 你知道吗 大家都是很敬业的在做 很 很愿意去学 但是我们的环境 实在太差 嗯 我们的环境实在太差 对 嗯 所以很感慨 嗯哼 很感慨 他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 你看看多少的那个 尤其是剧场界的演员 多优秀啊 有几个政府官员 去真正去坐下来 到走进剧场去看一些 戏剧表演 文艺的表演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 用最实际的行动 去支持剧场 对 嗯 这是最实际的啦 这些人那么努力 你看看他们得到的待遇是什么 嗯 对不对 疫情来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小儿子 为什么 呃 原来在 前一阵子在 嗯 加演的台北市场 台北 嗯 原来不是小儿子 是另外一个戏 但是他们的剧场 这个 schedule 已经定下来了 没有办法 必须要演 对 剧场的负责人跟我讲说 我必须要演 哪怕是赔钱 我也要演 为什么 他说如果我不演的话 这么多的演员 工作人员 他们就没有收入 嗯 他说演了 尽管我赔钱 起码我可以申请一些补助 但是如果我不演 这些人就没有收入 这些人就是靠这个生活 肩负着好多家庭的生计 对 重要的收入来源 对 老实说我很心疼 这些工作人员 嗯 演员 好像已经练就了一身 那个 呃 反正 金刚不坏之身吧 对不对 到处都可以找一些活来干 对不对 但是也很辛苦啊 有很多演员 现在去做直播 卖东西 这不是一个 我们讲我们讲说安居乐业 安居 没有啊 没有啊 当然疫情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 很好的一个借口 对不对 但没有疫情的时候呢 这些人也一样啊 一样啊 现在更苦 所以我要为这些人请命 自从进了世心以后 然后 我觉得是如鱼得水 有很多的社团活动 对 其中有一个呢 这个就是话剧社 演爸爸的 是寇时军 然后家里面还有个仆人 一个老管家 老王 李博修 我不是在追求一个时髦 或者追求时尚 追求别人的眼光 注目的那样子 我追求的就是戏剧本身 朱哥我们这一段要从你的演艺生涯的起点开始了解 好吧 说一点轻松的 你当初念《剑行公》专 后来转世新专 对对对对对这两个跨度其实蛮大的 他又怎么开启你对戏剧的兴趣 我觉得这就是完全是 我觉得是上帝的命定 你知道吗 以前我也是一个 不能说是无神论的 我是一个多神论 自己也不确定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逢妙必败 什么神只要就怕就错漏了一个 所以但是自从我信了我耶稣了以后 信了基督了以后 我发现到人生真的有一个剧本 只是我们都没有看过 都不知道 事后回头一看 原来上帝早有安排 一步一步是安排好的 一步一步 我当初在念 按照家人的意思 男孩子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应该是要念 不是要念理工 要不然就是去当兵 只有这两条路 其他的都不是正途 好了 从善如流 我就去念了这个 勉强考上了一个叫工专 叫践行工专 其实践行工专在那个时代 是排在很后面的一个 我成绩一向不好 尤其理工方面 但是小时候 然后因为喜欢拆解东西 电风扇 收音机 手电筒 所有东西 只要经过我手 都把它拆得干干净净 然后再装回去 对 问题是装回去以后 总会发现到 有好多零件装不回去 你知道 你就会多了好多零件出来 那大家都就认为说 我是一个喜欢研究 其实读理工的一个 理工的一个材料 好像有这样的笛子 对 其实我念得很辛苦 不喜欢 一年 那一年的时间 我念下去了 勉强可以混毕业吧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 就是念完一年以后 放暑假了 暑假结束以后 我就要念砖二了 我说考的武专 对 就在那一年的夏天 上帝就派了一个天使来 就来带领我 你知道吗 那个天使后来 就成为我的姐夫 那时候他在追求我姐姐 对 然后到我们家来 跟我聊 我一听这个人 哎呦 年纪轻轻的 怎么国语这么标准 对 我说你念的是什么 他说 我是念世心的 我一听世心 世心在我们那个年代 老实说 是一个大家都 非常向往的一个学校 为什么 世心出美 这个原因啊 在南海的节目中 是这样 大家都很想念世心 然后他说 我觉得你很适合 念我们这个广播电视 对 广播我知道 电视 电视我看过 广播电视是学什么 他说 就是学广播电视制作 我说 这个我不懂 完全是一窍不通 他说 我帮你准备一些材料 正好呢 他们学校 世心正好在招 那个转学生 我说好啊 我就试试看吧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就把那个 他帮我准备了一些资料 胡伦吞枣的 就背下来了 然后就去参加 转学考试 就糊里糊涂的 我就考上了 那一年 去考转学生的时候 有大概两百多个人 很多人 对 大概只取了十个还是二十个 那真的蛮厉害的 对 我也不知道我就怎么样就上了 然后从此以后 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好像是 步上了神为我准备的那个轨道了 你知道吗 我始终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就像是一个火车一样 都是充满着动力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火车 不走在铁轨上面的话 它是寸步难行的 你想想看 一台动力十足 两万五千匹马力的一个火车头 放在沙滩上 它绝对是寸步难行 用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生要放在自己的轨道上面 对 对不对 自从进了世心以后 然后 我觉得是如鱼得水了 我用这四个 走这路了 对 有很多的社团活动 其中有一个就是话剧社 同学就问 就跟我讲说 我们有一个戏要演 还缺一个角色 你要不要来 因为我那时候长相比较baby face 比较小孩一样的 他说你演一个 也差不多我那个时候的年龄 17、18岁 15、16岁的一个小太保 我说好 试试看 从来没有演过 然后就去演 然后那个戏 就是讲一个 有钱的一个家庭里面 他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演爸爸的 是寇世君 都是厉害演员 对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学生 对 你们是同学生 OK 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个仆人 一个老管家 老王 李国修 我的同班同学 一个比一个大咖现在 对 然后我演那个小太保 是 我演儿子 对 那个时候寇世君就看起来就像爸爸 然后这两个人都是老是在那边等的 是 然后就演了这么一个戏 演这个戏 没想到 大家就演出兴趣来了 就对戏剧结了不解之缘 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跟李国修 我们两个人经常地到外面很多的业余剧团 去客串去 其实呢 说是客串 不如说是要为了找女孩子吧 因为剧团里面有很多女儿 也是兴趣了 对 另外呢 还可以吃到免费的便当 是 然后两个就是骑个摩托车到处跑 每个剧团到处去逛 很多的业余剧团 对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业余剧团 混的结果呢 就认识了李立群啊 顾宝明啊 杨怀明啊 谭爱珍啊 哇 他们真的那几个人呢 也是经常在话剧界有演出的 正好他们也在华士训练班受训 然后经由他们的介绍 他们说 我们这一期快要结束了 下一期再招生了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来考 对 我就跟李国修两个人 我们就去考 对 我考上了 结果他没有上 我考上还是被取 因为那个时候 对演员的要求是 大概颜值比较要求高一点 你的意思是 这个不用我说吧 这个不用我说 没错 好 对 我相信他也会承认 对不对 对吧 国修 然后 也因为这样子 就是让每一个人 走上不同的领域 那国修因为这样子 他就 当然他也还是跟电视 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个当初那个《纵一百》的时候 对 小燕姐有找国修去写本子 因为他喜剧写得很不错 对 那你当时候走剧场这边 往这边发展 家里同意吗 当然不同意 在那个年代 父亲是职业军人 所以他肯定不会接受 是很传统的这个军人家庭 对 他们的观念认为说 这个男孩子 不要说男孩子 女孩子也一样 这个行业不是一个正业 你知道在那个年代 一个演员 在我们的身份证上面 不是有职业栏吗 对 没有这一栏 没有演员这一栏 那时候分类是自由业 很讽刺的是自由业 是应该说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对 也没错 就是你 有人找你演戏 你爱演不演 你知道平常的时候 你是自由的 但是你要演戏的时候 对不起 你就没那么多自由了 就很多的限制 所以家庭家里面是 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 但是我姐姐 有一个二姐 二姐 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 在读书的时候 她想学跳舞 结果我父亲没有允许她 她就把她自己的 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 转嫁在我身上 她说 因为我要上华士训练班 我考上了 对 但是要缴学费 那个时候是六千四百块钱 我记得很清楚 很多耶 六千四百块钱学队 那时候来讲蛮多的 然后我白天在试心上课 晚上就到训练班 正好那个时间 七点钟开始 我就上到九点半吧 十点钟左右 六千四百块钱 我姐姐说 我听你书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不能学坏 我说 我一口就答应了 这是算什么条件吗 对不对 其实我真正去演戏 我觉得我不是受了 因为很多这个环境 他们生活的五光十色 我不是受这个影响 我不是在追求一个时髦 或者追求时尚 追求别人的眼光 注目的那样子 那你追求的是什么 我追求的就是戏剧本身 我觉得那是 你真的很热爱演戏这件事 对 因为慢慢从这里面 好像这么出滋味出来了 从人生里面 从这个戏剧里面 感觉出这里面很有意思 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 去尋 耐人寻味的 我是真正的是喜欢戏剧 有人说 不为钱就为利 那我说我不是 我是完全是为了戏 如果我要赚钱的话 那个时候 其实家里面 后来我母亲的 我的一个继父 她就 她做生意做了很大的 原来是希望 我能够接她的生意 跟她一起去做生意 做木材的进口 木材的进口 如果我要赚钱的话 我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 有这样的条件嘛 对不对 进阶人就跟我讲说 哎呀啦 猪哥 上帝真的很爱你啊 我说为什么 你知道整个甄嬛传里面 除了皇帝 甄嬛 戏最多的就是苏菲胜了 订完妆了以后 给我一套剧本 看完这投石集 我后悔了 我接了一个龙套 拿龙套 心里面很纠结 我好歹在台湾 我拿了金钟奖 台湾的观众 如果知道我来演这么一个戏 看了这个戏以后 观众会怎么想 我觉得你对戏剧的热爱跟投入 观众也感受到了 戏剧圈也看到 你后来在 马上演了花系列 对不对 那时候大红在九年内演了七部 花系列的影响 之前是琼瑶的作品 琼瑶的头四个作品 就是在电视上的头四个作品 我都有 几度夕杨红 艳雨蒙蒙 在水一方 还有一个 庭院深深 庭院深深 这四个 后来的 《青青河边草》 这几个戏我都有参加演出 因为这个戏 当然我觉得每一个 每一个阶段都有 我都受惠于很多的戏 我觉得都是沾光 可惜 当然 绝对不是 我觉得就是 供逢其胜吧 就是也是神的安排 让我一步一步地 接触到这些人 跟很多的人合作 接触到某一些戏 然后这些戏都被观众认可 我只是很 我只能说 我很忠实地在扮演 我这个角色 一个演员的一个角色 我没有想在某一个戏里面 真的是 大放异彩 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 你有感受到过吗 例如说你走在路上 观众给你的一些回馈之类的 会 羡慕的时候 观众的掌声 就是给你的一个肯定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在 陶醉在羡慕的那个 那个飘飘然里面 对不对 你不能一直这样子 那个时候 享受一下就可以了 你天天在享受 那叫什么呀 对不对 你不能晕晕乎乎地 过这一辈子嘛 对不对 你还是脚踏实地 你得回到现实的人生 对不对 激情就是那一下子 而且我就像你说的 人生的剧本 有时候真的高高低低 你没有办法偷看 是没有错 你在那个戏剧之后 但是我们都想说 人生如果有剧本 他现在有个导演了 谁看到人生的导演 我们的人生不是应该 掌握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自己的手上 从小就这样被教育 对不对 掌握自己生命的方向 后来发现 不是这样子 人定胜天 这句话太肤浅 太肤浅 只能够显示人的无知 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也深刻感受到了 对不对 在那个大红的几部戏之后 有一阵子突然就没有工作 对 也就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 你不会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人生是一部戏的话 哪一个角色 从头到尾一直演 每一场戏都有 不可能 角色总要休息的时候 还有别的线 对不对 交错 错东复杂的 交织起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人 从头演到尾 你会腻啊 你会烦了 怎么演讲不完的话呢 对不对 所以 人生有些时候 我们要休息 对不对 所以你把那段 低潮看成休息 是不是 其实不是休息 神 上帝要我休息 让我沉浅下来 对 对不对 韬光养晦 那段时间 您做了什么 我没有 我觉得 演戏好像演不下去了 因为演员会这样子 会有恐慌 对 你不知道 这个戏演完以后 下一个戏在哪里 所以就会想说 要为自己开路 人往往就是自作聪明 你知道吗 都用自己的 自己自以为聪明 去为我自己开路 去做生意 去做生意 做沉浆的生意 对 然后发现 这不是我要干的事 我专场不在这 我不会做生意 后来就算了吧 算了吧 当作是一个学习 当作是一个学习 当然 确实 有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一些事情 学到了 再回来 更好了 接到了甄嬛传 这个苏佩生的角色 那个 对 那个 我觉得是神 在我们真的是 做困仇臣 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筹莫然的时候 因为信耶稣 我们最 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我那一次 是跟神祷告 我几乎是用 哭诉的方式 跟祂祷告 我说埋怨 埋怨神 我说你没有恩待我 你为什么不恩待我 你看那些 没有不信你的人 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过得那么的滋润 我呢 为什么要那么苦 哈哈 我不够好吗 难道我不够好吗 我不够努力吗 结果 跟神哭诉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 我的电话响了 就是电话 那边是一个导演 把电话来说 你最近在干嘛 我说喝水 没事就喝水 你喝那么多水干嘛 我说我太咸了 咸了就多喝水吧 他说正好有一个戏 叫我到大陆去 就去应征那个 甄嬛的那个角色 但这个角色 你一开始 好像也没那么清楚 他到底要演些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听说过 这么一个 我知道这个戏 会是很大的一个制作 经纪人是这样的 跟导演介绍我 这是我们台湾的金钟奖影帝 我说我不敢不敢 我说当然 我觉得 是这个我们自己 那不过就是一个记录嘛 导演说 刚刚走一位影后 又来一位影帝 因为前我 我前脚 在我前面出去的是 那个谁 田丽 我们家 我们是同一家经纪公司 是是是 经纪人就带了 我们俩去应征嘛 对 田丽刚出去 我后脚就进来 哦 刚走一位影后 又来一位影帝 那个导演讲话这样 北京人 我马上说 那个不过就是一个 工作上的一个记录 没别的 我说 我就像在内地 我就是一张白纸 如果您愿意的话 就把我当一张白纸来用 我很愿意的 事实上那是一个新的开始 导演就点点头 就问了我一句话 你这头发能剃吗 我那时候留的 蛮长头发 我说 头发呢 头发本来就不属于演员的 他一听了我这话 我喜欢你这心态 但你还不知道 是什么一回事 要你剃头发 对不对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青装戏嘛 青装戏一定要剃头 男演员一定要剃头的 对 对不对 你剃头 虽然我们看到都是半边 对不对 前面都是剃光的 后边带着头发 对 但是你不能剃了半蓝 你前面剃了 后面不剃 像一个红毛猩猩一样 对不对 多难看 是 我说没 没关系 然后就先话家长 大家聊了一下 过一会儿 大概导演对我的印象 还不错吧 就是 看往后看了一下 有什么角色呢 就跟我的 那就苏培胜吧 他这么一讲 轻描淡写的 这么 那就苏培胜吧 结果我的经纪人 就在旁边 眼睛瞪了好大 拼命跟我识一眼色 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一出了那个房间 那个进阶人就跟我讲出 哎呀 诸葛 上帝真的很爱你 我说为什么 你知道整个甄嬛传里面 除了皇帝甄嬛 戏最多的就是苏培胜了 我真的呀 哇 我感觉 感谢主 感谢主 就赶快就带着我去签约 然后就订妆了 订妆的时候 就把头发剃了 对 那 我 那个 订妆的人还说 李老师 你现在就要剃吗 我说 没关系 剃了吧 我的想法是 免得夜长梦多 对 对不对 造成既定的事实 别在留恋了 对 后来就剃了 对 剃完头发 给我 订完妆了以后 给我一套剧本 一拿了剧本 哎呀 好高兴的 厚厚的 好扎实 他们的剧本都是 一定是全部都完成了 送批了以后 送神以后 就订稿了 全部都给 就这样子 对 好 就准备回去看了 一回到饭店里面 就看一看一看 十集定成一本 这么厚 就说 十集 密密麻麻的 它是两页都印的 这哪 何止十集 这一本就可以拍二十集 大部分的量 看完的头十集 我后悔了 我看看 怎么搞的 戏事很多呀 苏培胜 很多场次呢 苏培胜 苏培胜都有 没几句词啊 都没话 扎最多是不是 对 最多的就是 这 苏培胜 随时在测 苏培胜 他终于说话了 奴才遵旨 完蛋了 我接了一个龙套 大龙套 在台湾是营地 你去那边跑龙套 心里过不去吧 当然 当然 就像这个 包青天 王朝马汉 张龙照虎 对不对 站在身边的 他说虽然就有一个人 但是皇帝在 你就得在边上 没话 没话 怎么办呢 哎呀 心里面很纠结 我好歹在台湾 我拿了金钟奖 台湾的演员 台湾的观众如果知道我来演这么一个戏 看了这个戏以后 观众会怎么想 情何以堪啊 对不对 哎呦 我怎么沦落到这来 这还当个跟班的 后来 但是怎么办呢 月都已经签了 头发也剃了 对不对 没有回头路了 对 我也不可能去找另外一个 那个拍青妆戏的剧组 说你们这还需不需要演员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就硬的头皮演吧 对不对 好 我心里面在想说 退而求其次 既然我在专业上面 我所谓的专业 就是在艺术的表演上面 这一部分 我没有法规的机会 那么至少 我让你们看一看 台湾的演员 我们的态度 工作的态度 从那天开始 我就非常的谨慎 非常特别的留意 绝对不迟到 绝对提早 然后绝对不带剧本到现场 剧本都已经在家里面背过 虽然我算是不多 但是 但是 别人说的话 我得在状况内 我会有反应的 我不是个木头人 站在边上 对不对 更何况 皇帝身边的一个太监 那是对他的 算是他的一个心腹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 他会有态度 对 那么我的态度是什么 表情 反应 所以别人做什么事情 我会有反应 我反应还不能太大 免得人家说 你在那边张牙怒 强戏 对 强戏 刺牙裂嘴的 但这个看似 你觉得好像是 本来觉得 他不重要的角色 后来反而让你翻红了 这是一个对你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意想不到的 后来其实在想想 就是 本来就是 一个戏 谁该红 谁不该红 早已经定好了 这个角色会不会讨观众的喜欢 早已经进 只是他已经有多少分了 那么只是看你能不能 能够完成多少 通常我们在 我们在讲说 在制作的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在做扣分的 我们尽可能地维持他 多少分 给他加多少分 那偶尔会有神来之比 可能吧 对 可能吧 但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本的话 我们只能够说尽可能地 不要让他减分 所以我只是做一个很尽 尽中职守吧 就是很本分地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我觉得这就是敬业的态度 不管他角色是大是小 是重不重要 你还是很尽力去做好你该做的 就像是我们在做菜一样 我们都是盐巴 我们不是煮菜 煮食材不是我们 对不对 我只是盐巴 我经常是这样子来提醒我自己 也告诉身边的朋友 你要知道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是在调味的 对不对 盐巴不能放多 放多了 就会把这整道菜就毁了 我觉得做这行没有什么退休的 我觉得人生的戏 才精彩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演员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分类的事情 然后把一些正能量 其实就是爱吧 散发给身边的所有的人 我觉得大概这就是我可以做的了 你现在演戏演了四十多年了 你有想过自己会不会有退休的那一天吗 还是你觉得你会一路就这样子演下去 继续演下去 我觉得做这行没有什么退休的 没有什么退休的 只有看你演得动演不动 你想不想演 有没有合适的剧本 有没有合适的角色 如果有 就算是没有吧 我觉得人生的戏 才精彩 真的 人生的戏 如果人生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演员 都是一个演员 只是我们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今天再回家了 你扮演爸爸妈妈 或者是人子的角色 或者是父亲的角色 你在外面扮演 上司或者是属下 对不对 我们经常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重点是 你在什么时候 你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知道吗 你这个角色 你的价值 你的功能 你的意义何在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很多人不知道 那所以往往会想说 为自己创造角色 但是你可以给你自己创造角色 你的舞台在哪里 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 对 对不对 但是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我们都是我们自己 生命的主角 但是在别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路人甲 对不对 一定有个导演 有个导演 这个导演是谁 谁在主宰着这一切 我想这值得大家 就好好去想一下 对 那我觉得当我找到了这个导演 生命的导演以后 我就发现 我的生命可以很轻松 不要担那么重的担子了 就像耶稣讲的 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我的恶是容易的 很轻松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 跟你的事情 然后把一些正能量 就是爱嘛 散发给身边的所有的人 我觉得 大概这就是我可以做的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猪哥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觉得很宝贵的人生体验 谢谢 那你希望未来 还有机会看到你 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谢谢猪哥 谢谢 台湾名人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欢迎上Podcast的搜寻 里面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一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谢谢猪哥 拜拜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李天柱 跟你分享 我在圣经里面读到的这句话 这是圣经真言里面说的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跟你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